时事看台栏目为您纵览一周来的热点新闻 阐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联合国通过制裁朝鲜的新措施之后 奥巴马政府的朝鲜政策特使 对国际社会加紧制裁朝鲜表示欢迎 下面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的朝鲜事务特使 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格莱恩·戴维斯 在参议院听证上赞扬了国际社会 加紧对朝鲜制裁 他说朝鲜的挑衅行为不容忽视 朝鲜政权必须在挑衅与和平 在孤立与融合之间做出选择 如果朝鲜继续寻求核武器 威胁他的邻国 践踏国际准则压制自己的人民 拒绝履行职责和承诺 他就无法实现安全 经济繁荣融入国际社会 联合国安理会3月7号一致通过决议 对朝鲜实施新的强硬制裁 这是对朝鲜上个月违反国际规定 进行核试验所做出的回应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说 新的制裁措施会对朝鲜造成有力打击 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 希望中国能真正落实对朝鲜的制裁 有迹象显示中国对朝鲜问题更加积极 中国方面表示 他们会落实这些制裁措施 我们应当相信他们说的话 就在安理会通过决议前不久 朝鲜威胁要对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兰德兹对此回应说 对于朝鲜的任何威胁 我们有决心有意愿也有能力进行反击 我不认为平壤政权希望采取自杀行为 但是他们必须知道 如果他们要攻击美国就等于是自杀 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出 伊朗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他们在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如何对待朝鲜 然后决定他们自己下一步的行动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在3月5号举行了对朝鲜政策的听证 VOA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朝鲜的新制裁决议之后 中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日本则表示对这一决议的支持 以下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朝鲜威胁废除朝鲜半岛停战协议 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朝鲜的经济和领导人 实施新的制裁后 中国表示在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之际 各方需要保持克制 当前半岛形势高度复杂敏感 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 避免进一步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举动 其实我们此前也在这儿多次说过 中国和朝鲜是正常的国家关系 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 我们也主张坚决地实现半岛无核化 中国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中国和美国都参与起草了联合国的新制裁决议 制裁将使朝鲜更难取得核项目相关的材料和资金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四会议的 原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前丽华少将说 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地注视朝鲜局势的发展走向 我想在目前这种非常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各方还是要冷静 如果有一方出现不冷静 或者是一方误判了形势 将会导致朝鲜局势发生灾难性的后遇 朝鲜上个月进行核试验以后 日本星期五表示 对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朝鲜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制裁 表示欢迎 日本欢迎联合国谴责朝鲜核试验 并加强制裁的决议 预计日本将与其他国家协调 确保协议中的制裁措施有效执行 同时还将实施日本方面对朝鲜额外的制裁措施 以此施加压力使平壤放弃核项目 日本外务省的一名消息人士说 日本政府内部担心 朝鲜可能会违抗联合国决议再次进行核试验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中国人大会议星期二开幕 中国政府誓言打击腐败改善环境问题 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详情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数千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大代表 集聚安全戒备森严的北京 出席为期13天的全国人大会议 同时完成10年一度的政权交接 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 星期二的开幕式上 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说中国正面临艰难的挑战 修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以及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日趋尖锐 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 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教育 就业 社会保障 医疗 住房 生态环境 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等 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不少 部分群众生活困难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政府只能转变不到位 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一发多发 温家宝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5% 而中国今年的国防支出也将增加将近11% 温家宝说 我们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领土完整 保障国家和平发展 温家宝也承诺要进一步改善中国的环境 下决心解决好空气水土壤等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大部分都是行礼如银的会议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正式接下国家主席的职务 而李克强则将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对的是中国民众越来越高的呼声 要求他们对腐败污染以及人权等问题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中国政府星期二宣布2013年的军事开支将比2012年增长10.7% 达到7400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1190亿美元 延续了国防预算过去20年来几乎从不间断的两位数增长记录 分析人士说 在中国和其周边国家仍有许多领土争端的时候 中国的持续军费增长让邻国感到不安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宣布军费增长的同时 中国政府也宣布 国内维稳经费将增长8.7%至7690亿元人民币 这是连续三年来 中国维稳开支超过国防开支 我们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领土完整 保障国家和平发展 中国政府宣布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 比2012年的11.2%来得小一些 外国专家普遍认为 中国政府的实际开支 要比对外公开的预算多得多 这让亚洲邻国感到紧张 也引发华盛顿 数度要求中国对外公开其军事意图 这是对美国重新调整亚太战略的一种反应 它是针对近来东海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 中国同时也需要扩大其军事投射能力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如军方人士福利增加的开支等 中国多次表明 国际社会无需对它的军事开支感到害怕 因为这是中国防卫的合理需求 他们还说 和美国五角大楼的费用相比 解放军的经费开支是小物件大物 尽管如此 亚洲周边国家对北京的军事扩张感到不安 中国最新公布的二位数军费增长 可能会使日本 印度 东南亚 以及自主治理的台湾更加焦虑 中国认为台湾是它领土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 我们想要认为它是中国军事扩张之下的合理增长 不过对于区域其他国家来说 这让他们感到非常警戒 因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 对他们绝对会是一个威胁 日本和中国正因东海岛屿主权争端僵持不下 越南 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也对北京坚称 一大片可能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南中国海 为其领土提出挑战 过去六个月来 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岛屿主权争端变得更为激烈 日本称这些无人居住岛屿为尖阁诸岛 中国称其为钓鱼岛 中国以公开展示新武器 包括2011年初一架逆踪战机的第一次试飞 以及航母下水等方式 对外展现它的长期军事意图 不过这两个新技术的发展 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 另外 北京的海军现代化 还包括建造新的潜水艇 船舰和反舰单道导弹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香港民运组织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星期二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开幕的当天 游行到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 支持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诉求 要求中国政府成立委员会调查六次事件 尽快落实人权公约 释放异见人士和实现司法独立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 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共产党支联会和多个关注中国人权的团体 三月五日下午十二点 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重演办 要求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 以及死者名单 并对死者亲属做商议的赔偿 他们有行的时候 高呼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成责任等口号 并在中联办的门牌上 贴上给中国政府的公开信 要求当局尽快确认在1998年 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确保公民权利符合国际标准 释放所有良性犯 包括因主党结社而被捕的政治意见者 维权人士 以及因宗教信仰而被捕和被失踪的教会人士 致电会主席李卓仁说 镇压为实 从来没有依法治国 也没有任何法治的观念 没有尊重国际的公约 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 李卓仁又说 洗礼政权是以维稳的方法治国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维稳费用比军费还要高的现象非常荒谬 代表中国政府以人民为敌人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一个人权组织说 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朝鲜把监禁设施的控制区 扩大到周围的居民区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说 根据对卫星图像的分析 朝鲜过去七年来 在平壤以北70公里处的14号老改营周边地区 修建了20公里的围栏 并增设关卡和警戒塔 使得老改营和居民区的界限很难划分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阮柔安表示 朝鲜加紧了对平安南道驾川一带居民区的控制 但是不清楚当地居民的处境 修建围栏和新的警戒塔 显然是要控制当地居民的行动 尽管那里的情况并不完全像是在老改营内 但是政府控制范围的扩大仍然令人担心 如果朝鲜其他地方也出现这种情况 就说明朝鲜违反人权的现象正在恶化 据估计朝鲜的各类劳改设施中 关押了至少20万人 劳改营里常常出现被强奸 拷打处死和奴役的情况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 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在日内瓦召开的年会上 启动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 调查朝鲜严重和蓄意侵犯人权的状况 国际特赦组织在公布这份报告之前 朝鲜否认有关劳改营的指控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 平壤的人权状况恶化 是因为政府要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以确保金正日去世后稳定的政治过渡 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 很多是在领导人更换之后发生的 这是要确保稳定的过渡 我们担心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 而且会更加恶化 国际特赦组织说 很多被关押在朝鲜劳改营的犯人 并没有犯罪 只是因为政府认为他们不够友善 而被处以刑罚 以上是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报道